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中國近日大動作的整肅 演藝圈的追星文化 還有導致追星的亂象 那也陸續封殺了劣跡藝人 包括鄭爽 吳亦凡 趙薇 等藝人 那一時之間風聲鶴唳 最近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 上海市文化跟留局 上海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 共同舉辦全市文藝工作者 逆風 逆德專題培訓班開班 那包括非常有名的孫麗唐嫣 孫麗唐嫣 這個大明星都前往上課 不少網友猜測他們願意在百忙中 我相信他們很忙嘛 出席培訓班 是與先前政府大刀闊斧的 封殺事件有關 我先請教一下高超 什麼叫做 藝 藝風藝德 就是藝人的風氣 藝人的風範 藝人的道德 叫做藝風藝德 我就第一次看這樣 藝風藝德 文化工作者叫做 專題培訓班 這個專題培訓你看漏漏長 我簡直是在昭告天下說 所有的藝人 全部都要參加這個培訓 兩天 就兩天裡面 總共在上海這個部分 因為是官方市委 市委的宣傳部做的 這是官方機構辦的 沒有人 哪一個藝人趕不到 開玩笑 沒有人敢吧 市委的 宣傳部 大家都去了 結果去幾個 兩百位 兩百位裡面大大小小的藝人 還有製作人 公司很多電視台老闆都去了 剛剛宏妤提到 兩個人 這個人 素顏的在那邊 正經為座在聽那個思想教育 一個就剛剛講的 那個孫莉跟那個唐妍 好 我們看 孫莉經過兩天的調教之後 她講出一句話 我終於知道我的 黨國給我一個社會價值觀 天啊 我知道我未來要做什麼樣的作品 不辜負人民的期望 一講出來 就知道說你兩天真的是 完全是置入思想教育 好 另外一個 那個唐妍更好笑 她講出來我記錄一下說 我聽過這個兩天的培訓報告 我永遠跟著黨走 跟著人民走 哇 那以後你要拍軍教片嗎 我看起來全部都是軍教片 教宗的感覺都出來了 好 他們叫做這個 這兩天的課程裡面 他們叫做什麼 矯正風氣 然後這個政治學養 你們學到政治學養 然後法律意識 他們要懂 藝人要懂得法律意識 最重要是社會責任 我這好像是教官 在跟各位來講 好 那最重要的是 我還把他們 不只這樣 這是在上海 再另外這個 另外還有一個過去那個 對不起 超誇張 所以以後只能演 英烈千秋嗎 永遠跟著黨走 永遠跟著人民走 國萬歲 所以你不能去拍 奇怪的片 那不只這樣 那個一個 衛視電視台 有一個叫什麼 湖南衛視電視台 以前搞的中國好生意 他們也是旗下有 總共有八十幾個 TV的藝人 全部簽署這一張 我特別幫他抄出來 這有三點 我講一下這個才重點 叫做 自覺進行從德上義 努力做個時代文化工作者 這個是承諾書 第一個 堅決抵制 違法師德烈行 第一個你要簽嘛 師德烈行 第二個堅決抵制 惡俗粗烈表演 你不能惡俗粗烈表演 第三個堅決抵制 歪曲事實 惡意炒作 下面還有幾個 承諾人 簽上來 簽名了 已經簽了 很多人開始簽 什麼叫粗俗 粗俗就是他規定的 而且這個是 不然什麼叫粗俗 這個我們現在 哪些會弄壞東西 會講粗烈表演 你覺得不能夠太誇張 不能再違反社會道德 在黨的意識之下 你要有價值觀 對 一些髒話 應該是這樣講 因為其實這三年 你看到中國 他們在整個整肅演藝圈 他是一關一關的來 原本我們看可能是說 那個台灣的藝人過去 你就不能當主持人 你只能當嘉賓 他有一些限制 那慢慢的 他不是只有限制臺灣 他包括說你的這個拍電影 電視劇 綜藝節目的這個製作費用 你的藝人 主持人的比例 不能超過這個整個 總製作費的三分之一 因為之前都給這些人 對啊 一記的那個當導師的費用 限酬令 對啊 限酬令 你說一記當導師的那個納英 一記就一點多億臺幣入袋 這個就是帶給民眾一個 就是那種什麼 就是他賺錢很容易 就是一個很奢侈 很不對 不對這個社會風氣的 那也包括一些真人實境秀 也開始限制 你為什麼要去拍一個 表現你們父親很恩愛的節目呢 你為什麼要去建築一個民眾 遙不可及的一個不可能的 現在有限制說明星不能帶小孩 上節目 對 還有爸爸去哪兒 那些節目都不能 可是我覺得他這次裡面 不只說是社會那個 你剛才講說惡行 那個什麼表演 其實你看趙薇旗下 不是一個張哲瀚 他秀出一張日本的 晉國的神社的照片出來 大秀 你怎麼在中共面前 你的藝人 你幹嘛秀出這個東西 那另外他也跟什麼 什麼否認南京大廚殺 一個什麼印尼前總統夫人 合照 對啊 他被罵成漢奸 所以變成說 中國這些藝人 中國這些藝人 你看吳亦凡他的點名 那個日本藝人 就是當時印尼總統的太太 對 太太 對啊 那你如果跟他合照 或是跟那個 那個晉國神社 這個是個禁忌 好像什麼 戴咪夫人是不是 好像是叫做戴維 戴維夫人 還有你看當然吳亦 不過我想中國 中國到底藝人亂不亂 所以不能夠跟戴維夫人合照 不是 因為戴維夫人是反對 有事就有事 否認南京大廚殺的議題 所以你等於給 可是我搞不清楚 他有沒有過訪 否認過南京大廚殺 對喔 當然對不對 對不對 我不曉得什麼時候 會惹禍上山 好 那我看一下 大家知道前陣子吳亦凡 不是搞了一個什麼 什麼酒桌點飛 還有涉毒 這個事情 中國大陸就要管 你這些藝人沒管好 另外一個什麼 不然涉毒 這個是完全不行的 還有女色 還有一個什麼霍尊 中國好生意那個霍尊 他不是那個什麼跟女友劈腿 然後什麼一堆 什麼 就是約炮粉絲一堆 就中國裡面來講 你搞這個行 搞這個事情 基本上 所以他為什麼要整頓 我覺得現在這個命運觀 有的好例 但是網友有在說 你是簽這個東西 到底是真來假的 有人講說真的好 中國大陸你現在社會價值思想 就要一下簽 另外一派網友說 強得衝刑 這承諾書有沒有法律的責任 所以有沒有法律責任 它是一個刑事主義 所以很多國人 這比法律還高 對 他靈教在法律之上 對啊 對啊 那承諾 他要處理你就是處理你 處理的 但是他一定要叫你簽 像高超哥 像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剛剛提到的 我們這幾年很流行 所謂的就是白面書生 很帥 奶油的小生 這段其實現在中國也 鮮娘泡也不行 對 就是娘泡什麼意思 什麼叫娘泡 就是你就是很花美 比較有女性的那種氣質 什麼叫做比較女性的氣質 就是皮膚白白嫩嫩的 然後講話很溫柔 然後我們這邊講文儒雅 可是他在的看你就是娘泡 男生就是要威武 而且要胡渣 所以最近中國有很多的 有的男生會化妝 男生的故意把你自己弄得 很粗狂 就是很豪邁 為什麼 因為就是要因應你 剛說了填這些東西 什麼承諾說 有什麼意義 我要針對你就是針對你 其實這幾年應該講說 今年只有中共當局 只有變本加厲 越來越可怕 其實早在幾年 其實他們是非常非常 所謂的什麼劣跡藝人 或傷風敗德 他是包括所謂的 你性別混亂 比方說你可能 什麼男女不分 他們其實也沒有什麼 兩性平權 甚至有些他們非常的痛恨 所謂的變性人 所以其實有一些 所謂說變性系的藝人 去中國發展 他們其實剛開始是不准 你進來的 連進來門都沒有 而且把你相關的新聞 在那邊中國你去谷歌 完全封鎖 你在他們那邊是 所有的民眾是看不到相關的新聞 因為你對他們來講 就是傷風敗俗 你會來影響我們的中心思想 所以你是不准進來的 他們除了這個 就演考這個師德藝人之外 他們現在還最新 可能馬上就要進行的 就是他們要考證照了 演員編導 還有連網紅都要考證照 就算要在科企 科企除了考那些題目之外 還要考什麼你知道嗎 還有那個道德評量 就像剛剛那個要簽那個之外 他有道德評量 你要自己評量 評量之外後面還要加上 你要每個人要考照 要有保證人 保證人 你告訴你如果出事 這保證人通通抓到 大家都連做法這樣 所以這下面的招數是這個 一個都逃不掉了 因為我覺得比方說變性人 有時候一個人 像我是個女生 可是我內心其實是人 我看我是外表是個男生 可是我內心是個女生 後來他就去變性 他希望他自己 真的成為真正的女生 這樣不行 沒有 他們那個是不行的 中國連刺青都不可以 都不可以 刺青也不可以上節目 如果你刺青 就是等於是你在帶壞社會風氣 所以他們其實比方說 像我們曾經有藝人 他是手臂上有刺青 然後因為他要去中國發展 他就要 你要把他 除掉其實是很不容易 他就要蓋遮瑕的 把整個都蓋住 穿長袖就好了 對 不然就穿長袖 你就不能露出來 對 那你說像之前 小S不是有刺青嗎 跟那個 要蓋住 對 跟嬌嬌 蔡依林也有刺青 在手臂上 但是如果你是原本就有 而且不太影響的 那就還好 可是如果真的 他有一天告訴你靜 那就是完全不可以 所以請教劉醫師 其實在中國現在看起來 就是你什麼時候踩到地雷 不曉得 以前做的事情搞不好都挖出來 沒錯 我覺得是這樣 因為臺灣相對是比較自由 所以我們很多各種思想 各種想法 我們通通都可以展現出來 可是中國他是一個 以黨的意志為主要的方向 今天黨希望這個整個中國 是什麼樣子的思想 他就貫車他 所以只要不是他要的 就全部砍掉 或全部剔除 所以你過去很自由奔放的狀況 他現在就是規定是這樣 那你那些其他不在他規定內 要嘛就除掉 要嘛就躲起來 這就是他們一個 政府在管理的方式 所以我們當然 從我們外界人去看這個中國 會覺得說 你這個什麼變性人 你也管 刺青你也管 可是對他們來講 我不是在管 我是在導正社會風氣 我就是要求全中國 只有正當 他認為的正當的社會風氣 剩下的通通不應該存在 他好像說嘻哈也不行是嗎 這價值觀是他認定的 是黨認定的 那不像我們在其他社會 我們是自由奔放 你想怎麼樣就怎麼樣 現在連對嘴也不行 中國說你如果在表演節目 你不能對嘴 不能那個唱歌對嘴的 因為在大型活動 有時候場地的關係 音響的關係 有時候會胖腳 你就用對嘴有沒有 不行 抓到就有問題 不能假唱 有些真的不能唱 結果最近王菲他們大型活動 他也是對嘴 也是被他抓到對嘴 所以他就說你也是雙標 到底罰還是不罰 大家也是真的莫衷於事 因為臺灣最新的一個調查 就是臺灣在全世界 七十個國家這樣比較 臺灣的網路自由 是全世界排第五名 第五名 在亞太地區 我們甚至贏過日本 贏過美國 亞太地區我們還是第一名 我們輸給什麼冰島 那種 冰島 就是說我們在這邊 享受自由的風氣習慣 去那邊你會覺得感受很不一樣 那臺灣的藝人在那邊 現在好混嗎 很難混 我就問了一些就是說 你說老中青 老的就是說 比如說像李立群 那些去很久的藝人 我真的問他 我說那李哥 你有沒有影響 他說奉公守法 一切都沒有問題 按照法律就沒有問題 所以他也是很謹慎這樣子 那我也問一個 我的好朋友包正芳 他才剛去 他以前去又回來 最近幾個月才又剛去 我說你現在往火坑裡面跳 他說其實就試試看 可是他就說 年紀我跟你講 這邊的水 比你想像中的 要深很多 水很深的 所以說因為他們以前這幾年來 這十年來 他們又發展非常的快速 他們不是一條龍作業 就是說包括 製片 導演 編劇導演 到時候演員 其實是一條龍 就是說老闆都很多人 你說你片酬 霍建華 說什麼周迅演戲 拿了一點二億 一點三億 一點四億的酬勞 講是這麼多 可是他們一條龍也就是說 你層層要給的 那也是都給到老闆那邊去 所以為什麼他們 表面上是一點四億 是讓你拿到不會這麼多 因為你有很多人要打點 對 所以你可以講 你要說多少 你說 說多少越好 到時候查碎查 這是你 可是你要給的還是得給 因為他們是一條龍 就曾經有一個大陸一個 應該是很 不知道是愛奇亞是哪個高管 來台灣做一個演講 我在底下聽 他怎麼講你知道嗎 他說我們現在 要拍任何戲 都像在皇帝後宮選妃 為什麼太多東西要給我的 幾十部幾百部的IP在等我 我也不曉得選哪一個 大數據 大數據過不了 我通常不要 可是你知道嗎 最近的規定出來 他們不要大數據了 因為他覺得他都是作假 結果我剛剛講 最親切 到後來那一條龍 那都老闆 要什麼人就要什麼人 要多少多少 所以到最後 所以他們現在到處在辦 其實要查最後 後面那個藏經人 到底誰賺最多 最大的那個要抓出來 他最要這樣抓後面那個 都是官 後面都是官 對啊 所以說在大陸 不管開公司辦活動 最好背後的股東 有一半有官方身分 他們在那邊關權力很大 影響聯繫 書據什麼的 對啊